前不久,新科学家杂志的公众号发了一条机器人的视频,一下火了 虽然在咱们的音频内容里,你知道我说的是机器人 但如果不告诉你它是什么,只凭第一眼看到图片的结果呢? 我猜你可能认为它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蠕虫 在不动的时候呢,就像一块泥巴 我把这个机器人的动图放在文稿中了,感兴趣你可以点开看看 它确实是一个机器人,是由非牛顿流体材料 加上女磁铁粉末组合而成的 今天的科技参考,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由新材料制成的软体机器人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嘱咐大家一下 虽然今天的内容只听,也完全可以听懂 但因为这个发明的创新突破,就在于变形能力 所以结合文稿中的图片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突破在哪 好,我们正式开始 发明这个机器人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先进纳米材料与微星机器人实验室 对于微型机器人来说,有两种设计思路 一种思路是把机器人同比的缩小 这包含了电池缩小,电动机缩小,机械臂跟转动的关节缩小 这个思路最早的宣传者是物理学家费曼 费曼在1959年做过一次演讲 那次演讲的题目是,底部还有很多空间 演讲的那一年,工程领域已经制造出了小拇指直接盖大小的电动机 也制造出了可以把文字刻在针尖上的设备 不过费曼认为,在小型化的路上 当前的水平仍然属于最粗糙的,还处于蹒跚学步阶段 他认为,能把24卷的大英百科全书以机械的方式刻在针尖上 那才是值得夸耀的突破呢 而这个微缩的尺度相当于一比三万 听上去好像是异想天开 但实际在微型机器人领域真的有人在尝试 比如说201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的内容就是分子马达和分子机器 这些科学家打造出了一个类似于乐高模块的分子 比如说车轮一样的轮丸 还有布朗吉轮 纳米马达 这些结构可以传递动能 可以滚动 可以相互结合在一起 可以形成开关 甚至可以拉着其他分子移动 典型的尺寸就是几百纳米到十几微米 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费曼当时的想象了 当年费曼还为最小的电动机的尺寸打过堵呢 如果他真的能预测60年后的世界 当年肯定会少堵一些的 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V型草履虫机器人的动图 它就是这个微缩方向上的代表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点开文稿看看 此外 还有一个研发方向就是 并不追求在尺寸上无限微缩 而是通过材料学生的特殊性质 来完成抓握或者搬运物体的能力 就拿修手表这件事来举例吧 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 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修理教程 修自己的手表 咱们知道 手表上有些螺丝是非常精细的 一不留神 有一颗很小很小的螺丝 正好掉进了键盘上 从键帽与键帽之间的缝里 滚到了键盘里面去了 那再想取出来 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只能把键帽卸掉 再把螺丝倒出来 我们通常是找不到什么工具 能在不摘掉键帽的情况下 直接把小螺丝取出来的 因为这个缝隙只有一毫米多一点 而要完成加起来 或者抓出来这些动作 需要非常精细特殊的 硬质的机械结构 比如说细如发丝的支架和钳子 但这样的结构 又因为材料特性问题 很容易弯折或者直接断掉 不过呀 还有一种方法 也可以取出小螺丝 那就是一种叫做清洁泥的东西 它是一团湿湿的凝胶一样的物质 把它轻轻的放在键盘上 等五分钟 清洁泥就会因重力作用 在没有键帽的位置上 往键帽间的缝隙里流 等流到了键帽下面的螺丝的时候 你再把这团清洁泥整体拉出来 螺丝就被粘出来了 这个方法不光粘螺丝管用 粘键帽缝隙的脏东西也非常管用 所以才管它叫清洁泥嘛 你看 这就是一种并不追求尺寸上的微缩 而是通过材料学生的特殊性质 也就是附着力来完成机械抓握 或者搬运物体能力的 香港中文大学发明的这个软体机器人 在新闻中被称为史莱姆 就很类似于清洁泥 但特性要比它好得多 因为你只要用过清洁泥就知道 它只有一种特性 就是随重力往下沉 然后有一些轻微的附着力 而史莱姆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动作 比如说爬行 抓握 包裹 连接 还能凹出各种造型 我们分别来看看 首先就是爬行 在这篇参考里第一张图 你就可以看到它爬行的样子 这样黏乎乎的东西能不能爬起来呢 是需要考虑表面材质的 有些材料的摩擦力非常大 就会导致它边爬边把身体的一部分 粘在了材料表面上 结果自己的身体物质就随着爬动越来越少 这样就没法爬了 史莱姆测试了八种常见的材料表面爬行特性 包括了水凝胶 金属 塑料 玻璃 硅氧素质 硅晶元 纸等等 都可以实现正常的爬行 之所以在不同材料上尝试爬行是因为 它今后可能需要在各种常见的化工产品的内表面 完成复杂的任务 之前我们说了 它用的是非牛顿流体材料 加女磁铁粉末组合而成 它们都是一种什么材料呢 非牛顿流体材料 具体成分是聚乙锡醇和彭砂 这些物质并不贵 女磁铁是用二氧化锡包裹的女磁铁 我们先说说那个非牛顿流体材料 这是一种粘度不是定值的材料 粘度啊 你可以就粗糙的理解为粘不粘 比如说蜂蜜就要比水粘得多 但蜂蜜的粘度基本是稳定的 而有些物质的粘度会随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比如说发动机的机油 温度高的时候流起来呢 就更像水一些 温度零下30度的时候 机油流动起来就更像蜂蜜 你看这粘度值就不固定了吧 它是随温度值变化的 而还有一些物质的粘度 是随外力而改变的 在只受重力的时候 流动起来就像蜂蜜 而一旦外力突然砸了过来 砸中的那个区域的粘度 就会陡然增加 甚至可以马上变得 像一整块橡胶那么硬 外力消失之后 它又会恢复蜂蜜一样 缓缓流动的特性 有的人可能也在一些 科普夏令营的视频里 见过大家 用非牛顿流体做游戏 就是用一水池子这种材料 让人们想法坐上面跑过去 如果你进入水池之后 不是跺着脚跑过去的 那就很有可能陷在池塘里 只有用力的跺脚 才能顺利的度过 因为你施加于其上的力越大 这种流体就越像固体 慢慢走 那就会变成像泥一样的流体了 如果只用这种材料 做软体机器人行不行呢 不行 因为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它就像蜂蜜一样四处流 我们根本就没法控制它 只有对整个液体 均匀的施加一定的力 才能让它呈现出 我们想要的粘度 而不至于流的四处都是 于是采用的方法就是往里面加入 女磁铁粉末 这是一种永磁铁 磁性会一直保持 这些磁性粉末自身互相吸引的力 均匀的施加在非牛顿流体上 就能让它保持一个我们想要的流动性 那怎么才能让这个非牛顿流体 按照人们需要的方式运动起来呢 就是给它施加外加磁场 我在温稿中放了一张 加了磁场之后软体机器人的形变 有圆形的 有六角形的 有环形的 也就是说 让它实现很规则的几何形状 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任务 除了这些比较规整的形状之外 这些软体机器人 还可以穿过一些非常狭窄的区域 比如说 只有1.5毫米宽的缝隙 它就可以像蜂蜜从瓶口流过去那样 从这个缝隙挤过去 这样的形变跟移动能力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研究中 举了一些例子 第一个应用场景是 模拟从人的胃里 取出一颗扭扣电池的操作 这还挺有用的 因为有些小孩的玩具里边 就有扭扣电池 孩子不小心把电池吃进肚子里头 如果用胃镜的方式取出来 其实很费劲 尽管今天已经有了无痛胃镜 但是也仍然需要全麻操作 而软体机器人的解决方法就简单了 让孩子吞下一团泥 然后在外界磁铁的操作下 一点点的滚向电池 接触电池之后 把电池包裹住 然后就能防止胃酸跟电池上的金属接触 持续释放金属离子 进而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危害了 不过 女磁铁粉末也是有毒的 所以这个团队使用的女磁铁 也是经过处理的 它是在粉末颗粒的外面 包了一层二氧化锡做保护 第二个应用场景 是利用软体机器人 把断开的导线重新连上的操作 最初软体机器人就像一滩蜂蜜 撒在桌子上一样 漫过了两根导线 然后他就开始向中心卷 把断掉的导线两端 裹挟着也卷在了一起 实现了断点的接触 当然 把断掉导线重新接上 还需要更多的步骤操作 才能稳妥 但史莱姆现在能做这样的动作 也已经很让人惊讶了 第三个应用场景 就是在一些可穿戴设备上 首先 这类物质导电性良好 所以可以实现导线的功能 其次 在年度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实这种物质的电阻 也发生了改变 而什么情况下 年度会发生变化呢 就是这种物质受力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 又是受力的时候呢 比如说 人的关节活动的时候 所以 我们把这种物质当做导线 让它们沿着关节铺设 然后就会随着关节运动 凡是电阻变化的时候 就对应着关节有活动的时候 于是 可穿戴设备的动作监控 就非常准确了 而且由于这种流体物质是均质的 而且还具有流动性 所以哪怕在移动当中断掉了 也完全不是问题 哪怕被人为的切成了几十个小份 只要互相之间还能再次接触到 马上就会恢复成原样 这个道理和用刀劈水是差不多的 水马上就愈合了 自动愈合的动图 我也放在文稿中了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开看看 尽管目前如何精细控制这种物质 还有很多可优化的地方 但这种新材料 让人们看到了微型机器人 在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前景 也许今后 我们会在对精细度要求很高的地方 看见它们的身影 比如说眼底的手术 消化道的手术等等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